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 1950年解放军如果成胜发起解放台湾的战争能不能胜 为什么提出这样一个问题 因为有一个这样的资料 为夙域上报中央的台湾守军的兵力数字 目前台湾守军约7个军20万人 估计其战斗部队为13.4万人 如果把某国雇佣军估计在内 则台湾奖军战力应以20万计算 引自金门战役记事本末一书 按照以往的战役来看 区区20万作战部队 对于协胜力之威的解放军来说 应该完全不在话下 而解放军此时已是几百万的大军 若当时决策者胆子再大一点 以寒先复打过解放海南岛之战 环胜或者张爱萍 后来只会夺取一江山 倒也全胜去换下夙域 立即发起攻台战役 能不能解放台湾 展开全文有人说 完全有可能 笔者在大河巷中 他们为什么追随毛泽东一书中 也是持类似看法 网友们如何看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